今天我們要談的是 如何製作專業又漂亮的一頁式網站 如果你不想要製作複雜的官方網站 只想做一頁landing page著錄頁 或是sales page銷售頁 應該用什麼工具來製作 所以現在是要先開吃還是要先錄影 這 哇 哇 不錯呀 這是老婆幫我準備的派新便當 把你吃完再跑了 把你放下的便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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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飽了我們開始吧 今天我們要來談的是如何製作專業又漂亮的一頁式網站 如果你不想製作複雜的官方網站 只想要做landing page或是sales page 也就是著陸業或是銷售業 那應該用什麼工具來製作會比較快速又好看呢 hi 你好我是劉奶爸 上週的影片我們實際操作了關於商品有多種屬性的時候 應該如何設定購物車 利用一個商品 就能同時展現多種顏色或尺寸的方法 有興趣了解的話 請點擊右上的資訊卡觀看 我們今天要來說明 著陸業或銷售業的製作 如果你想利用最快的方式將流量變現 那就一定要學會架設一頁式的網站 我相信你一定看過Facebook上的許多廣告 在點擊之後就會連結到一個漏漏等很長的網頁對吧 最下方就會有一個立即購買的按鈕 有這個印象嗎 這個就是最短最快的銷售漏斗 商家只要先做好一個網頁 在網頁的上面放購買按鈕 並且去串接金流服務 讓消費者可以線上刷卡 再把網頁的連結放入Facebook廣告 這樣就完成了 這真的是最快的流量變現方式 你不需要花大量的時間去寫文章累積你的SEO 也不用花大量的時間去精雕細琢你的網站整體的美觀 或者是每一頁的詳細描述 因為消費者他只會看見你想讓他們看見的單一銷售頁面 所以你會發現 許多類似的一頁式銷售頁面 有非常多 是詐騙集團製作的網頁 所以詐騙集團會刻意在銷售業製造產品價格很低 低到離譜 而且限量優惠的急迫感 讓你感覺現在不買一定會後悔 並且單價還會落在1000元左右的台幣 不得不說 詐騙集團真的是行銷的高手 他們了解人性 知道許多人喜歡貪小便宜 以及被騙了1000多塊也懶得去退貨的心理 但是隨著這樣的手法 越來越普及 一般人呢 也就比較不會那麼容易受騙上當 但是 卻害了一般正常營運的商家 因為你製作的銷售業 也可能被誤認為是詐騙的網頁 而難以取得訪客的信任感 這時候該怎麼辦呢 以下我們提供四種方法 讓你的網頁脫穎而出 第一 網頁裡的照片解析度盡量提高 有許多的詐騙網頁 他們的圖片都是盜用別人的照片 並且會粗略去修改圖片裡面的資訊 因為他們知道 大多數的人都是使用手機來觀看 不會太注意照片的解析度 所以你更要重視自己的圖片 盡量把圖片做得更精緻 第二 業尾要注明詳細的聯絡資訊 詐騙的網頁呢 通常都會留假資訊 或根本不留任何的聯絡資訊 所以你更應該留下讓訪客可以聯絡你的方法 例如已經認證的LINE官方帳號 或者是你的手機號碼 或者是公司的電話 地址 第三 串接金流的線上刷卡功能 因為詐騙的網頁通常會使用貨到付款的功能 而比較少會去使用線上刷卡支付的功能 因為現在金流公司 都會嚴格篩選合作對象 現在詐騙集團要去申請刷卡功能 一定會比例起來還要難很多 第四 附上關於我們的連結 這一點尤其重要 這是讓消費者認識你的品牌 取得新人的關鍵 讓消費者能夠在購買之前 就先了解你認識你 所以就算你再怎麼懶得做一個正式的官方網站 但是至少也要有一個關於我們的自我介紹頁面 至於一頁式的網站 我最推薦的還是自駕的WordPress網站 其中一種方式就是利用免費的 Extra布勤主題再加 Elementor的編輯器 來匯入各種不同的模板 另外一種方式 就是去購買付費的 OptimizePlace 外掛軟體 安裝在WordPress的網站裡面 也能夠快速的匯入各種不同的模板 這兩種方式都可以讓不會寫HTML代碼的人製作專業漂亮的一頁式網站 而且還能夠產生吸睛的動畫效果 如果你在網站下面插入了立即購買的按鈕 那這一頁就成了一頁式的銷售頁 那如果你插入的是一個讓訪客去填寫姓名和email的表單 那這一頁就成了一頁式的名單收集頁了 用這些方法製作出來的一頁式網站最大特色就是 不會有上面這些頁手的選單 訪客就會被鎖在這個頁面的觀看資訊 不會有任何其他選單的連結 目的就是讓訪客 專心的去看這個頁面裡面的資訊 然後執行你的call to action 呼籲行動 下面說明欄有放入以上相關資訊的連結 都可以達成上述的目的 想更進一步了解的朋友可以點擊說明欄裡面的資訊前往了解 想要了解更多知識變現方法以及利用網站在世界各地都能賺錢的技能 請持續關注我的頻道 這20多年來我持續學習利用各種不同的網站功能 達成在網路上賺錢的目的 網路上有許多好用的軟體 等待我們去發掘 例如自動追授系統 會自動發信和客戶建立信任關係 或是名單收集系統 會收集潛在客戶的名單 大量發信系統 能夠讓你一次發信給 數萬個客戶 線上開課系統 能夠讓你的專業 銷售給 全世界的 學生 在科技的進步之下 要做到這一切 都不需要寫程式 就能夠達成 就算你不是工程師 也能夠透過你的手指 和滑鼠 設定一下 就能夠完成喔 記得按贊 訂閱 分享 就不會錯過我們未來所有的影片 我是劉奶爸 我們下周再見 拜拜 拜拜